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讨论到是说在环境管制的工具上 传统的管制工具主要还是这种上命下重的方法 像对违规者可以停工或者是像财阀的处分 一个比较符合市场运作的一种环境的管制工具 在现阶段比较常见的还是像这种胡萝卜加大棒 大棒主要讲的是碳税或者是碳费的科增 胡萝卜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碳排放权交易的部分 其实在碳税跟碳排放权交易这两块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异 我们说碳税一般的讲法是说它有排放废弃的情形 它排越多我就磕越多 这是一般讲碳税也好或者碳费也好 在排放权交易的这种科增的场合 它其实又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它叫做总量管制 以及排放权交易 就是说今天我政府先去决定说 我这个国家我的排放的总量是多少 然后把这个排放总量来分配给各个产业各个企业 这个企业如果说你今天你用不够的情况 你可以在市场上去买相关的排放权 如果说你用的太多 就是说你今天你还有太多的这个排放的额度的话 你可以在市场上拿去买 这个是所谓的总量管制的这种做法 其实还有一种做法是所谓的这个政府 它设定一个排放的基准 只要今天业者它的排放有减量在这个基准线以下的话 那减量的那个部分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 这个业者在市场上拿去交易的一个标的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碳排放权交易 所以这样听起来你会发现到是说 碳排放权交易本身 它基本上是在市场上的排放总量是固定的 但是那个排放的价格是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价格不固定 但是量是固定 那如果是碳税的话 它是那个价格是固定 但是到底会排放多少 这个是不固定的 所以这个是碳税跟排放权交易 就是它的价量 它刚好是相对的 那我们说在这种 不论是碳交易也好 或者是碳税碳费的科振也好 国际之间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发展的趋势 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说从2016年到去年2021年为止 这个整个全球的 我们说这种碳定价的这种收入 就是我今天我透过碳税 我透过碳排放权交易 我所政府的收到的税收的部分 它的整个幅度是往上增加的 就是等于碳定价的收入是往上增加的 那2021年就去年还比前年增加了60% 所以整个趋势是往上增加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点是说 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在2020年以前 这个红色的部分是谈 ETS就是讲碳排放权交易 那过去都是碳税的科振比例 它的收入是高过碳排放权交易 那从去年开始就整个翻转过来 翻转成是说 67%的比例是让碳排放权交易 来获取相关的收入 那另外三分之一的比例是科振碳税 那在67%里面 又以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的收入 它占了40%的比例 所以像这样的国际的发展趋势 就会让我们台湾政府在碳交易 以及碳费或者碳税的 在工具的选择上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 就是说一个做一个参考的依据 整个国际的趋势是翻转过来的 那我们的这个科振 是不是还是一直雇守的 这个碳税或者是碳费 这个其实确实是一个 可以思考的一个变 那各位可能想说 那这个既然碳定价的收入 逐年的提升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们的环境的品质 已经逐年的改善 那当然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其实这个环境 还是不断的恶化 那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就是卡在是说 那个碳的定价本身 其实广泛的来讲 其实全球的碳定价 都还是普遍的过低 那这张图其实也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它的纵轴的部分是看说 每个人年均的碳排放量 那当然是我们期待是越低越好 那横轴的部分是碳定价 那当然我们是期待是说 如果说价格高一些 或许可以以价来质量 所以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环境品质 非常的一个愿景 应该是比较接近这个右下角的部分 那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现状 可能是在左上角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哇这个整个全球都一直往 都还目前还是集中在左上角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的碳定价 其实相对是比较低 然后这个每人的年均的排放量 确实是比较高 那针对这一块 像财政部的 应该说环保署的委外的研究 它的讲法是说要起征点是 就等于说10块美金 那逐步提升 那但是也要到2030年 才会到到98 98大概是相当于像 目前的瑞士的这个水准 那看起来呢 其实确实整个定价是过低的这个情形 那各位可能想说 那干脆我们就整个直接调高算了 是不是调高就一定比较好呢 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是说 碳税这一种 因为定价其实跟碳税比较有关系 就会涉及到说 到底碳税这一种功课 就是这种工法上的金钱给付的义务呢 它的失误本质是什么 那我们说碳税它 跟一般的税捐其实不大一样 一般的税捐呢 我们的科生的标准呢 是看了下所的量能科税原则 就是衡量你的经济能力多寡 来决定税捐的科生 有钱的我多科一点 我说一般的税捐 有钱的多科一点 那清寒的少科一点 那个是一般的税捐 是走量能科税 但是碳税这种管制工具呢 它其实是透过这种 你排越多我就科越多 那透过这个碳税的科生 达到一个行为制约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其实碳税的科生本身呢 它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说 当今天你排越多 我科越多的时候 对于一些可能一些大企业 它的房屋的设备 它有能力去投入那个房屋设备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中小企业 经营比较困苦的中小企业 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贫穷的家庭呢 它的改善这个污染的这种能力 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那所以如果说你 因为这些中小企业 它因为它有点恶性循环 因为它的改善 这个污染的能力是比较薄弱 那它因此会排越多 但是它又没有办法去改善 这个房屋的这种污染的结果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说 它其实就会不断的 不断的在恶性循环当中 所以一般在比较法上 在国外呢 它在讨论说碳税科生上呢 它都一直去强调 它其实是有个界限的 就是碳税的科生本身 再怎么科生呢 都不可以有达到这种 赶尽杀绝的这种作用 就是简单讲 在我们税圈上 叫做所谓的绞杀性的这种税圈 就是那个科税的效果呢 其实已经对于 一个个人的生存权 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 它的经营 一般的这种经营水准呢 已经达到一个 它没有办法存活这种 很像这种自协的这种效果 那这个其实是 应该被避免掉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低收入的 这种这些经营能力 比较差的中小企业 跟一些比较高收入的 比较有钱的这些大企业来讲 同样的缴纳探税 占他们的所得的占比呢 那当然是在前者的占比是比较高 就是一些这个 比较低收入的中小企业 它缴纳探税的 占它所得的占比是比较高 那也因此呢 在国外有一种讲法是说呢 或许可以考虑是说 采取这种按人头 或者就按照加速呢 给它部分的这个退还 退还税款的这种做法 因为你一旦有退税的这个做法的话呢 对它退还固定税款的话 它其实对中小企业的 或者对一些贫穷的家庭 它的保障呢 是可以相对的 它可以被cover 可以被弥补掉的 那所以大概在一般国外 他们在谈说 碳税科增上的这个界线 大概有这两点 可以值得特别注意的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要跟各位来分析的是说 有关于碳税在科增上 到底一个比较理想的碳税 它的科增的那个标的 科增的技术该怎么去拿捏 那有一种做法是说 我们就看 就是看是说 这个一般企业 或者是个人 它的能源的使用 这就很像说 譬如说我们像这样的 这种空气污染防治费 我们是随油征收 那这个好像你用的油越多 就理论推论上 你的排放废气越多 但是这个也蛮吊诡的 哪一部车是边跑边排油的 通常是排放废气才对 所以有一种讲法是说 其实比较理想的做法 比较精准的做法 应该是要跟着碳排放数量才对 因为跟着能源使用 其实是比较简单 它的科增技术上是比较简便 跟着碳排放数量是比较麻烦 但是它是比较精准的 我们都知道是说其实 大部分的这种科增碳碎的这种方法 它可能会有这种便宜形式 走这个能源的使用这一块 但是我们认为是说 其实一般在这种能源使用上 它其实确实 就是你有使用比较多的油 不一定等头 你就必然排放比较多的 这些二氧化碳 所以一个比较理想的碎制设计 应该还是要跟着碳排放数量 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二氧化碳的价格 做一个独立碳税的一个机制 它必须要跟能源的使用 跟一些经济部门要脱钩处理 这样的科增碳税才会是一个中性的科增 这个是可以值得来思考的一块 至于碳税也好 或者是碳费也好 这一直是这几年的一个辩论的议题 我们的财政部的讲法是说 虽然国际之间是以碳税的科增为主 我们目前还是以碳费 碳税就是以后再讲 他的讲法主要是因为是说 因为他认为说 其实在目前的税制设计当中 有一种税叫货物税 货物税它科增的标的 像比如说这种轮胎 水泥 汽机车 石油 它都是货物税的一个科增标的 他认为说 其实货物税本身已经带有着这种能源税 或者碳税的特质 我如果是再去科增碳税的话 他担心会有重复科增的问题 所以他就讲说 那税费其实并没有重复的问题 所以我就先科碳费 那避免跟既有的这个碳税 有这种重复科增的这种现象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去回应一下这一块 就是说其实税跟费 有蛮多的一些差异点 税它基本上是普遍性的 那费它基本上是针对使用者 所以它的科增对象 那如果说今天在整个 对空气污染的这种程度 其实已经逐渐的普遍的话 那其实是有可能从税费过渡到 进展到税费就有它的必要性 就是你看你的规范的对象本身 是比较局限性 还是比较具有普遍性 如果是具有普遍性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进展到税这一块 这是第一个 就是主体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说 一般我们会认为是说像碳费 一般我们说费用 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像归费 我们去这个护证事务所 去办一个身份证 我们缴纳那个公本费 那这种归费本身 它要符合那个费用相当性原理 就是说你今天你缴的那个费用本身 跟你所获取的这个服务 要相当 那所以如果是费的话 它其实会比较 那个科的额度就会比较窄 就会比较小 那如果说是税的话 其实它基本上 它的增加的幅度就会比较广泛 那如果说在这种环境的恶化 这么严重的这个现代呢 如果是真的想要对症下药的话呢 可能是税这一块 它拉大它的科增的这个额度 是比较有空间的 这是税这一块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税本身它是统收统支 就是说它收到这个税款之后 它该怎么用 就是怎么收是一回事情 怎么用那个税款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政府在探税的话 它的用法就会比较弹性 它可以拿这个碳税 照顾一些中小企业 照顾一些低收入户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一般的这种费 可以做得到 因为费就比较局限在那种 专款专用的这种情形 那也因此呢 我们认为说 如果说面对这种比较恶化的 这种环境污染的话 其实科增碳税 那一来也可以跟国际接轨 因为你说你现在科的是碳费 那你出口到欧洲之后呢 那到底人家认不认你这个是碳税 那如果他不认为你是碳税 他认为你是另外一种明目的话 那可不可以去扣底 那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为了避免重复科税 其实跟国际接轨 以碳税的名义来科增 这其实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至于说重复科税跟货物税的问题 那该怎么解决 那其实什么 其实真正应该要去调整的是什么 是货物税才对 因为货物税 我们说货物税它其实有两块 一块是对那些什么冷气 冰箱 电视去科货物税 那早期是因为是认为说 这种产品是比较奢侈的 那比较少人有的 那所以透过这种 欲净余争的这种效果 去科货物税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家家货物都已经 甚至不买电视 都已经用网路来看了 所以其实货物税 在这一块 它的存在的正当性已经不在了 那至于说像这些这个 不认为橡胶也好 水泥也好 石油也好 它其实真正要管的还是什么 还是那个 它的对污染 对空气的污染 那其实就是应该要 课征碳税才对 那所以其实应该是 货物税其实应该要逐渐的去潮 这个 等于说它的存费 其实是需要被检讨的 那整并到碳税当中 那碳税的科增本身 可以透过提高税率 那此外呢 搭配减免是要针对那些 比较中小企业 比较低收 比较弱势的群体 可以搭配减免的这个措施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本身呢 或许一方面可以跟国际接轨 那二方面可以让我们的 碳的科增本身 确实是针对碳排放的数量 去对证下药 那以上是我的一些分析讨论 谢谢